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当代最强的三友组合 Machado跟Tatis一同合体有多么令人兴奋 结果其中一个不但骑车踹断手还吃药打星号 干!Who cares 我们有收头了 想当然而 同分区最强的竞争对手毫无疑问是稻齐队 除了坐勇联盟第一的战机 稻齐的小联盟体系也就是俗称的农场 在经过多年收割后仍旧有许多大物新秀 深度足以排进前五名 虽然农场没办法与之比较 例行在战机一差距有将近20场 但对于教师队真正的战场将会放眼10月的季后赛 一旦碰头 如何在短系列高强度的竞争赛事 试着突围铁壁般的蓝血军团 今天这集就来比较双方目前的阵容 与季后赛可能会派出的名单 要是在NLDS或是NLCS上演宇宙教对决天元旗 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那开始前要先说明 因为今天要聊季后赛的阵容 所以一些目前还在伤兵躺的 只要不是受大伤 凡是10月有机会归队的 都会被纳入讨论 首先就先发投手来看 两队今年的团队轮值成绩都相当不错 但到期还是略生一筹 交出2.68防御率 3.45FIP 虽然三阵比较不足 K9值仅有8.55 然而保送也控制在前五名的2.38 教师这边各项成绩虽然差了一阶 但论吃局数的能力却是胜出不少 也可以说教室选择用先发 来遮掩牛棚的不足 教室的不动前三号 分别是达比修友 Joe Musgrove 与Blake Snell 而到期的不动前三号 则是Hulio Urias Gayton Kershaw 与Titor Anderson 以前三号轮值的强度 两方水平几乎相同 交出的袜也几乎一样 甚至到期还稍微占了一些优势 原因是Kershaw受伤的关系 吃局数实际上少了40-50局 虽说与去年相比 本季到期没有最强打工仔Sherzer 也没有少主Builder 但本身底子已经够厚 再加上到期极度会善用选手的特性 将Anderson的变速球握法进行修正后 大幅提升他的投球效率 搅出了生涯年整级的成绩 到期轮值的变速恐怕还是落在Kershaw身上 手肘的伤势让他缺席去年的肌肉赛 今年则是因为反复不定的被伤两度休战 虽然伤势不严重 也预计会在9月中归队 不过球队仍可能为了他的生涯着想 在季游赛对他左手进行工作量控管 也限制他的贡献空间 至于教室轮值则是以健康耐超取胜 这三位曾经被认定有高度健康风险的投手 近两年真的只能以异常健康来形容 前两人全情不说 就连Snail两季加总也只缺席两个月 达比修今年的三振率是来美国后的新低 但并不是因为老化所导致 事实上他适逢线均速来到生涯第二块的95.2英里 估计是与去年实施的图魔物政策脱离不了关系 但这位拥有七彩球路的混血老王子 选择用球速取胜 他增加整体的速球用量 而向来是交替运用混淆打者的滑球与紫插球 碰球回文不少 让他在压制左打时收到成效 而让废城球迷恨之入骨的BladeSnail 依旧代表教室轮值的天花板 也是决定球队能走到哪的关键人物 过去我们在直播曾经讨论到 只要Snail能有一种变化球维持稳定 打者就不会有太多空间能攻击 惊喜的是 这几他滑球保持稳定的比赛变多了 挖地瓜的比率有所下降 而且比起过去平平想用吊球让打者出局 现在的他愿意让打者制造击球 虽然牺牲的是Badpip上升 但Snail的球威好到 足以压制打者不形成长打 成绩反倒是进步 当然要是Snail哪天又突然失去控球的感觉 这并不是不可能 战地上对教室的影响 恐怕更胜过到期失去科小 原因为何 我们要来比对两队mix up组深度的巨大差距 由于肌肉赛期间 4-5号先发未必会用上 中后段先发与牛棚投手的界限 也比例行赛模糊 因此这边会集中讨论 初赛机会较高的2-3位投手 但不包含终结者或冻结者 教室这边选出的名单是 Mike Clevenger Nick Martinis 与Robert Suarez 到期则是 Tony Gonsolin Andrew Heaney 与Dustin May 刚才提到前三号先发水平几乎一致 但把投手的深度往后照 就凸显两对的差距了 教室虽然不缺能吃局数的投手 但不管是Clavenger或是Nick Mark 都没办法提供高品质的内容 Clavenger本季复出后 并没有恢复到过往水准 过去曾经是火球与山镇的代表人物 受伤前招牌滑球的横向位移 速球在视觉上的上传效果 都是教室当年交易他最重要的理由 但本季滑球回风率 跌到新人年以来最差 山镇大幅减少 变成一个十足平庸的投手 反观到其则是牺牲续航力换取强度 而这正是很适合Gio赛的策略 不论是Gonsolin May或是Heaney 从来都不是以耐头或健康为卖点 尤其是后两人Heaney跟May 都在上欲复出之后 被加上严苛的投球量限制 无疑是不希望在战绩 急无确定晋级的当下 让他们在例行赛过度燃烧 其中我特别想拉出来讲的是Heaney 这一季在转战到极之后 Heaney从一个能三阵的投手 变成很会三阵的投手 当中最大的转列点在于滑球 事实上Heaney这颗滑球 并不完全是无中生有 他在天使队开始大联盟生涯的前两三年 一直都有使用 但从2017年之后就完全弃用 由于早期的资料还不那么完整 只能说今年的滑球 跟过去的是截然不同的球路 这进他除了改造滑球 更大的亮点是 速球进雷点固定许多 能稳定丢在高位 制造出想要的高低差 以他今年只丢两种球路的配球模式 比起先发 更适合在肌肉赛作为freezer的角色 虽然在肌肉赛用到45号先发的机会少 但每场比赛还是会有先发投不下去 需要救火的时刻出现 而派出的人选能否止血回稳 冻结住对手正在进行的攻势 都是紧凑到得用局位单位来分析的 肌肉赛不可或缺的要素 最后来讲这两队共通的软肋 终结者 不论是Kimbrough或是Hader都碰到不小的麻烦 Hader自从7月以来防御率是突破天际的13 名字遮住还以为是哪个要被释出的让人 而Kimbrough的底草更久 从去年转队去白瓦后 延续到今年已经将近一年 虽然摊开进阶处局确是右手衰退 但仍旧很难想象怎么在仪器间就风云变色 尤其是Hader在7月跟8月并没有很外显的原因导致爆炸 若是两位终结者持续低迷 也不排除到齐会启用May或是Philips 而教室一路委员会制度到肌肉赛的可能性 讲完投手后来谈打击 首先光是攻击方面 两队几乎呈现无法弥补的差距 到齐团队进攻效率高达122WRC+, 不只海放教室的101WRC+,也赢过其他29队 跟他最接近的洋机只有117WRC+,得分也短少35分 这样的成绩放眼最近100年的历史 多达2280支来自不同年份的队伍 只有5队赢过他而已 我就说教室得分赢不过到齐 完全不用沮丧 因为历史上也真没几队有办法 宇宙夺终究是宇宙夺呢 我们还是回归守备位置 内野部分教师先发排出 Josh Bale、Brandon Durie、Jay Kronowitz、Manny Machado、Hassam Kim 到齐则是Justin Turner、Freddy Freeman、Gavin Lux、Max Moncy、Tree Turner 这组内野阵容除了三类明显胜出 其他几乎都是落后到齐的 其中到齐二类Gavin Lux绝对是今年进步最多的球员 早在2019年球季的9月扩边 年方21岁就升上大联盟 经历一青年直到2021才有比较稳定的出赛机会 早在小联盟就被评价为打击天赋极高 而且连连搅出345等级的三围 使他被看好能结下到齐想来较弱的二类缺 Lux今年进步最多的绝对是几球 康泰比率上升5个百分点 三振率也往下砍 只不过高达3x60的Badpip 与几乎持平的X-Word吧 说明着今年的成绩可能是带有水分的 另外Lux在小联盟曾经留下单机26轰 但是不论是EV Barrel或是X-Word抗 长打方面尚未兑现是肯定的 相比Lux的进步 教师二类的Chroniverse则是越打越失望的代表 在他当年刚上来 我曾以为教师挖到下一个超级明星 他在缩水球技的状态只能用无穷期待来形容 随着生涯雷击打席破签 他也确实成长为闲法级球员 连两年入选明星赛 但显然很难再变得更好了 不光是级球初速每年都在衰退 连带让炮管也被不断剧短 为了更好实力 他增加了拉打比率 达到反方向的位置少了 但偏偏长拉的内角位 Hard hit比率也是最差的 最后呈现出上半季打击的巨大低潮 直到近期才逐渐回温 另外别忘了分居安打排行榜 一二名的Freeman跟Turner 两人都是contact能力极好的球员 而他们也要挑战史上第八次 同队出现两个200安的打者 接着来看外野 原本在交易大线之前教师外也连提都不必提 现在的阵容总算是有点样子了 由左到右分别是 Jurikson Profile Tran Griesen 黄Soto 到期则是Chris Taylor Cody Ballinger Mookie Betts 虽然从球员名气看 感觉又是到期胜出 但今年招逢低潮的Taylor跟Ballinger 事实上只打出平均以下的成绩 反倒是教师在祭出很低迷的Gries 在七八月逐渐找回手感 而两边最顶尖的野手各自是Mookie Betts与Huang Soto 极少人注意到Bats今年打出了Lite LA后最好的一技 最速球的攻击效率依然优秀 也是长打的主要来源 强击球率保持在超过46%以上的高档 而面对变化球Bats去年做得并不好 只打出两轰 X-Worba是不及格的2x79 强击球率落在28%到33%之间 投手也因此实随自卫 多为了好几个百分点的变化球给他 这技在应对滑球时虽然还没找回状态 但被曲球跟变速球骗到的次数少了 整体攻击效率也回升 教师这边最好的外野手 当然是集中加入了新伙伴Soto 坦白说Soto的打击依然是我们认知的那位当代最佳打者 但让Soto的话不好看的原因 是他今年得要专职守备这时 Soto的防守向来不是太好 但过去几年也不过就是略低于平均 甚至偶有昙花一现的精彩美技 今年可能是受到交易传言的干扰 成绩变得跟太空人的Yoden Alvarez 费成人的Nick Castellanos几乎是垫底水平的差 那没办法因为有更需要DH的Josh Bale 只能放他在场上慢慢追求 比较了两队GEO賽会排出的投手跟打线名单之后 我们这边要做个总结 光从两边的战绩与相差将近20场的胜场差来看 要是我还坚持教师比较强 那铁定是会砸了我们频道 毫无疑问两边如果碰头 道琪绝对是占优的那方 尤其是在国联冠军赛的7场赛制 带来的优势绝对更大 但比赛不是肥黑即白 教师还是有扭转颓势的机会 而我认为关键会是能从先发拿下多少分数 也就是要把比赛拖进打击赛 毕竟面对这样的打线 要期待不丢分根本不可能 考量到道琪先发投手的球威 在季后赛未必能如例行赛宰制 因此像是Soto、Machado、Duri等人的常打就很关键 而要是陷入比分少的投手战 牛棚不如人的教室 更可能在比赛中后段被一波带走 但就算打击真的完全发挥好了 以今年两队两胜八负的对战成绩 而且近失分多达-37 最后笑着晋级的恐怕还是燃血军 来个不负责任的早期预测 分局赛3比2 分贯赛4比2 到期胜利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们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跟我们的FV铁粉社团 Telegram还有Instagram社团账号 这里是SNBC无度 我是米姑二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掰